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講深情》的節目 我是Adeline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周慧雄先生 她曾經在香港的區議院 現在已經在英國定居了 Ray 你好 Hello Adeline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加拿大放寬了港人的救生艇計劃 取消了Stream B的申請者的學歷要求 你只需工作滿一年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你覺得會不會引發香港人移民加拿大的熱潮呢? 我覺得它有都很正常 我覺得它這樣的救生艇計劃 真是反映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加拿大政府 對於香港未來的前景極之不樂觀 如果不是就不會開到這麼盡 第二 亦都反映了香港人 特別是已經去了加拿大那幫人的質素 是相當高 令到加拿大政府是不擔心 會有一幫人走了過來 走了過去加拿大 是不務正義 是搞到那邊治安不好啊 經濟不好啊 環境不好啊 還有就是可能這幫他將會吸納的人呢 是能夠幫助到他們的勞動就業市場 是能夠有足夠的勞動人口 幫他們解決他們的生產力 還有那個經濟需要 我覺得反映了香港人質素是高的 那至於會不會多了人去呢 我覺得絕對是會的 第一件事 原先他們的加拿大的要求是要大學生 還有五年之內畢業的大學生 就是說那個學術能力或者叫做勞動能力 是比較強的那幫他們才吸引過去 但是現在放寬到就是只要你肯過去 落地做一年工作就可以申請成為居民 每個五年還成為公民 那這個呢其實是相當鬆的 還有也都對香港人是有信心 不會鬥大食爛 不會搶他們的福利 不會成為他們的經濟啊 政治啊或者是治安成為一個負擔 但是呢我覺得其實就是香港人還要考慮就是 可能就是自己的習慣問題 放不放得下自己在香港的生活習慣 放不放得下自己香港的父母等等這些因素 否則的話呢我相信如果存了二、三十萬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動身起行一個人了 有二、三十萬已經是可以動身起行的 為什麼呢你最主要就是準備 過去可能是有幾個月時間食谷種租地方 租屋的錢 生活費的錢 那如果你有心態想去到 當地一落地就做事的 就好像Google拿著BNO訊息過來英國 一落地就想著盡快找東西做的話 我相信你衰衰地找一份兼職也好 怎麼都找到一個足夠交租的人工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租到地方 夠足夠的火吃的話 其實已經生活到 那二、三十萬其實就是一個叫做 給自己安心一些 可以有錢放在那裡 不用到一旦沒錢的時候 都很龐王的那種心態的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放不下香港的家人 習不習慣這個新環境 是想這些因素而已 可能你自己一個人先過去探一探勞 就是如果有這麼多不肯定的因素 先過去探一探勞 其實有的 我也有些朋友 好像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先過來 那我過來就走爛了 但是也有些朋友真的自己 帶著子女過來先 留回另一半在香港 繼續找著東西做先 就是香港那個就賺錢 萬一我來英國那個 我找不到東西做的 他在香港我就可以寄生活費過來 頂著當先 到英國這邊那個找到東西做了 子女又可以入學了 搞定了 香港就過來 香港就過來團聚了 我覺得其實兩條腿走路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的 那加拿大我覺得 要考慮就是氣候 因為冬天如果在Toronto 都真的挺冷的 最誇張的時候 零下二三十度都有的 聽說過 好像剛剛早上大日暴風雪 劉細良先生他們在節目都有說過 也都看他的私人的Facebook 都看到有些積雪 一晚就積雪 積雪到一米多高 整個車都蓋過了 那這些就是大家可能要 要面對的改變 面對的習慣改變 但其實加拿大人也好 美國人也好 甚至歐洲人都是這樣生活了幾十年 幾百年 幾千年 那人家都生存到 為甚麼沒有理由香港人生存不到 何況你說大風雪的會積雪的 其實除了加拿大 除了歐洲 美國會之外 其實大陸都會的 在國內的大陸人都生存到的時候 那香港人是不是都可以嘗試一下呢 享受一下一個另類的生活環境和節奏呢 另外這個項會召集問 葉劉淑儀呢 就批評加拿大政府了 他說 這樣放寬法 簡直就是攬了 又說加拿大抄襲香港的高財通 甚麼香港還有學歷要求 加拿大連學歷要求都沒有了 那你有甚麼看法呢 我覺得葉劉這個說法 就叫做甚麼葡萄氏酸的的說法 其實講甚麼抄高財通 香港的高財通 是抄別人來新加坡 抄其他國家 抄澳洲 抄其他國家的移民計劃 加拿大放寬了 放寬到沒有這個學歷的要求 代表了他們對香港的前途 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環境是沒有信心的 他真的想救香港人 也要透過救香港人這件事 去補充他們的勞動人口 那我覺得葉劉這個狗法 都正常的 貴為這個行政會議召集人 好像是吧 是 難道不說一些東西 去踩一踩加拿大 去讚一讚自己香港嗎 要不然這個位白坐了 而最好笑就是我們的特首李家超 嗯 是的 他竟然說香港已經是甚麼 最壞的情況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了是吧 是啊 說甚麼 我想問 港府構思方法 是越來越倒退 他已經過了嗎 我不覺得是呀 不過他作為特首 好 他作為香港最高的領導人 他不說這句話也不行 我相信他這句話 給著任何一個人 可能你做特首你都要這樣說 是不是呀 如果他作為特首不敢說的話 他只會令到人更加恐慌的嘛 所以我覺得他睜開眼睛 說謊話也要講的了 唉 沒辦法 應該是騙騙藍絲啦 我看黃先生這樣 我覺得他這個說法就等於 等於是 他是一定要講這句話 去滿足中央政府 去騙下那些小粉紅 騙下那些藍絲 騙下香港的 所謂不懂事 又盲目去相信政府那些人 我相信就算 叫做去盲撐政府那些人 有些有識之士都不會相信他那一套 想看看究竟接下來的肥媽 說遲些日會在英國 開個慈善演唱會兼晚宴 那就看一下究竟這一場 慈善演唱會和晚宴 能夠 是否賣票賣到滿腸紅 賣到很快就已經賣了票 還是要透過特區政府那個鑽外辦事 去幫他找人的胸口包飛還是怎樣呢 我是很想看一下 因為我相信現在還會買肥媽的演唱會去看的話 一定是藍絲 我相信黃絲的人是不會看他的 而藍絲裡面呢 大多數人都是記得利益者 要花錢去支持肥媽 還要四百多磅 就是四千多元 你從屁 四千多元去吃頓飯去演唱會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相信 至少爲張學友水準應該才行 張學友都紮紮的 我覺得現在 可能要去到一些國際級巨星 張學友已經紮紮的 我覺得已經 可能MIRROR來到英國可能會好些 MIRROR 接下來方浩文會來開演唱會 明哥早前開演唱會都賣了票 我想買但是都賣 因為碰巧我上班買不到 還有張敬軒 張敬軒很快就賣了票 那些票就要炒到 有人想炒票炒不起 我覺得其實 不要說黃絲 不要說中立的 就算是藍絲 但現在香港的情況 很多人都已經移民走了 我覺得接下來加拿大放寬 那個救生艇計劃 其實都有部分 可能藍絲 沒有什麼能力的都會走 因為現在加拿大的計劃 可能很多香港人都心動動 因為放寬好像都沒有 像是說的 連要求都沒有 其實你對這些人是有什麼建議 這樣移民是適合哪一種人 或者是適合別人這樣做 其實適不適合移民呢 是好看你個人自己的性格 你如果帶著一種 真是叫做去 移居去一個你自己很喜歡的地方的話 又很嚮往當地的生活的話 可能會好些 但是如果你帶著一種逃難的心態 你逃避一個可能會來著重大轉變的地方的話 那你心態上 你可能會容易 你要明白 要準備一種適應新環境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好像上世紀六十年代文革 加上這個大饑荒三反五反 導致中國那個的情況呢 是吃又沒得吃 工作又沒得做 加上政治運動 令到很多人生命受到危險 威脅 很多人是被迫 迫於無奈之下要逃難到香港 那我們的父母 背 很多叔叔兄弟 很多叔叔嬸嬸 他們來到香港之前 來香港之前 可能在國內 是有一些可能 我認識的一些uncle 在國內是高級知識分子 可能是教書 或者在大學裏面做一些高薪厚職 但是基於逃難來到香港 他們都是要做一些基層工作 可能做一些服務性行業 他們那一代尚且是這樣 就是大家都講中文 講國語 講普通話 講甚至地道方言 但是大家都是用中文 用中文 起碼我看中文 我在香港一樣 在大陸一樣 但是現在我們基於逃難 或者基於移民 去到一個外國的地方 雖然可能有些人 可能英文都流離的 但是始終文化上是不同的 也沒有一個check record 令到一些僱主 可能對我們有信心 可能一段時間都需要做一些 可能基層工作 去累積我們的工作經驗 令到我們熟悉了一個新環境 之後慢慢才可以再轉回 做一些自己可能比較好 喜歡的工作 或者去讀一些東西 去在一個自己 比較有興趣的範疇裡面 去發展自己未來的事業 我們有這種心態才可以 如果來到實際上 我在香港就會做高級行政人員 來到這裡又想做高級行政人員 我相信是會有難度的 也都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基於大家有這樣的期望 可能令到這些朋友 會慢慢會有很大的挫折感 但是如果你有個心態覺得 我來到要預料去做一些基層工作 去學一些新的東西的話 去 那你心態上 有這樣的心態 你可能就容易一些 去接受這個新環境 不會覺得是這麼委屈 而還有就是 生活節奏和生活的習慣上面要改變 香港有很多知多彩 很多娛樂活動 去看電影、演唱會、卡拉OK 什麼都很方便 容易就約一些不同的地 住在香港不同的地區的朋友 去尖沙咀、去旺角、去銅鑼灣去唱K 看電影 容易去約人的 但是去到外地生活 大家可能住在 就算同一個城市 都可能是不同的地區 是比較難 比較難約大家一起去生活 一起去娛樂 那大家可能要重新 去密識掛一些新的朋友 新的夥伴 甚至娛樂習慣都要改變 還有就是飲食文化 香港就不煮飯就下街吃 國式的地道美食 日本菜、韓國菜、上海菜、北京菜 但是英國可能就是比較少這些選擇 但是不是沒有的 問題就是始終不同香港 這麼方便 那這個我想大家可能就是改變一下 特別一些無飯的夫婦 那可能來到 去到外國 可能來到英國 加拿大、美國 就要習慣學煮食了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樂趣來的 對於一些不懂的人 如果你是改變了觀念 你可以有一個樂趣 但是如果他是不喜歡煮食的 甚至爭煮食的 那這個他們就是一個痛苦來的 那我覺得其實 是不是一個適合移民的情況呢 是在乎於那個人的觀念 我相信現在香港是給我們認識的香港 我離開了兩年多了 我看回最近一些朋友 他們一些YouTube的片 聽一些朋友的經歷 他都說現在和我們認識的香港 幾年前的香港已經不同了很多 是慢慢退下來 慢慢倒退 那我覺得 其實就算留在香港的 都要學會去改變 學會去轉變 可能如果在香港就不要講民主 不要講自由 只要吃睡 過得去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 上班放工 吃飯睡 連基本的治安 你都沒有辦法要求的 是不是這樣呢 治安是在倒退 差了很多 大都會 打劫 是多了很多 我聽回來也是 暫時香港的失業率 官方數據就是說 是歷史新低的 我想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件事就是 很多年輕的勞動力的人口 已經是離開了香港了 就有幾十萬人 那這幾十萬人全部都是 原本是 就是幾十萬人裡面 一半 十幾萬 都是可能是一些主要的就業人口 而之後可能是一些中高職位的人 部分 部分是中高職位的人 那這幫人走了之後 都需要一班 下級的人 升上去 取代他們的位置 而下級升上去 那也要找些人 去補充下級的位置 的崗位 那所以就業人口 那個數字是改善了 失業人口是少了 而且人工也是不會差的 但是 長遠來計的話 香港的消費能力弱了 會不會影響了老闆 影響了商界 在香港的投資環境呢 我們是 我自己 我自己看得是悲觀的 再加上國內的經濟環境 甚至 連官方都感到憂慮的話 那我覺得 在香港現在的經濟環境 要靠大陸 看大陸的經濟狀況的指標 去推動香港的發展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 長遠來說 看到未來的一個很長的時間都不是這麼樂觀 我是擔心的 這個 最近有些香港人問我 問我 走不走好 問我意見 我都說你們自己想 我只會說 我看到香港 接下來的情況是不樂觀的 因為你看大陸那邊有很多外資 都是拼命這樣切 真的切得很誇張的 然後我心想 現在香港 它慢慢是往大陸化那邊靠近了 現在香港在未來 可能不會很遠的未來 會不會香港的外資都會加快速度撤離呢? 那就是說當他們一撤離的話 那當地的香港人是不是就會失業呢? 我覺得其實很關鍵看一件事情 就是看歐美 怎麼看香港的地位 如果他們將香港的地位等同於大陸一樣 而去加強他們一些的所謂技術上的封鎖的話 香港將會是 連外資都會撤離 的情況是會比現在更加厲害 現在都只是可能金融機構 將香港的總部轉去東南亞地區 包括新加坡、日本、台灣 但是都還叫做有個分數在那裡 不過人數 可能以前有百幾二百人在那裡 現在可能只有一、二十人在那裡 其他都會搬到新加坡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再進一步 再差的話呢 我覺得可能未來會再多公司 會撤離香港 到時香港人 就是在外資公司上班的香港人 會不會有很大的量就會失業 會的 會的 其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因為香港其實有一些 叫做mergentizing的行業 以前是 比如舉個例子 一些大型百貨公司 在外國的 比如美國、加拿大、英國 有一些大型的連鎖百貨公司 就是賣家、家庭用品的公司 在香港他們會有一個 mergentizing的department 為什麼會放在香港呢 原因就是 透過香港放在辦公室 就向中國裡面 去訂購一些 訂製一些他們公司的貨品 香港就派人上去做QC 驗貨 為什麼會放在香港呢 原因就是 香港人的英語能力 以及對產品的標準 和那個 誠信 香港人是 拿到外國的認同 為什麼不會放在國內呢 原因就是 萬一個QC 收到一間廠的 賄賂 將一些次質的貨 都照收貨的話 那對公司來說 是一個損失來的 而且就是說 香港人的效率 和工作能力 和轉數快 是比國內人 都是好的 所以他們放在香港是有原因 但是如果接下來 歐美 甚至英國 甚至美國 對於大陸的出口貨品 要加徵關稅 或者甚至乎是制裁某些東西 而令到它減少 坐在國內 去訂購這些物品 而轉移去東南的地方 甚至乎去中東地方 去訂購這些貨品的話 那我還為什麼要把寫字樓放在香港呢 我可能放在其他地方 甚至乎 甚至乎 他可能已經有部分同事 已經移民了來英國 透過社交網絡 已經可以做到那個工作的時候 那還需不需要把寫字樓放在香港呢 那這個我覺得 其實接下來 會不會某些行業都會受到影響呢 我覺得是會的 講回移民 就是 之前我們 之前 剛才我們有討論過 就是說 現在我們都有知道一些統據數據 就是說 現在目前還留在香港 還沒有移民的人 其實他們一個很高的比例 是因為考慮對家裡有這個父母 父母上了年紀的原因 所以導致他們不可以移民 或者是沒有辦法進行這一步的選擇 所以對於這一方面 你又怎樣看 或者是有什麼建議嗎 其實呢 有幾個情況 比如我們 我自己過來英國 無論在倫敦 或者角度來Churville都好 其實都有些家庭 是已經帶了父母過來的 那麼最初父母過來 他們的父母過來 甚至我的partner 他的父母都和他們一起過來英國 不過他的父母就住在倫敦 我們就住在倫敦 那他們過來的原因 最初是想著 那些子女過來 都跟過來 了解一下這邊生活 看看習不習慣 會不會適應到 適應到的 適應到的就可能留下 不適應到就沒有回香港 第二種情況就是 真是香港沒有兒沒有女 沒有人可以投靠 只要跟過來 都有 而我覺得其實大家 要考慮父母走不走 其實我覺得不用強迫他們 也不用刻意去 只是想 我要遷就要陪他們 可能他們長期病患 在香港要醫治 但其實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帶了父母過來 父母都有一些長期病患 高血壓 三高那些 很多年齡老人家都有 但是過來這邊的醫療系統 其實是 英國人很多都出名老化的 其實醫療系統裡面 對於長者的醫療 其實都做得比較仔細的 以我自己為例 我今年都五十多了 那我最近都發現到 有一些腎石 那我一看醫生 那一看醫生馬上安排我做一些CT scan 先第一次做掃描 兩個星期已經安排我做掃描 做完掃描 證實了我有腎石 再用多兩個星期時間 安排我做CT scan CT scan完之後 發現可能情況不太嚴重 那醫生就說 啊 通知我 晚一點就電話跟我談 那個醫療情況是怎樣 但是其實我還是有點痛的 那另外一方面牙那裏 那其實這邊呢 NHS 就是那個公營醫療系統 是包含牙科 那牙科呢 其實現在的醫生 因為我有一隻智慧齒住了 他都說要排期 幫我去政府的醫院剝 要入醫院才剝得 那可能要排期 那可能年多至兩年不等 那但是如果醫生跟我說 如果我不想等的話呢 可以去看私家的牙科 去估計 大概是200磅 就可以剝到那個智慧齒 那我聽說 都打個突然 如果在香港剝這個智慧齒呢 我相信沒有一萬元 我剝不到 因為要入醫院做一個麻醉的手術 才可以剝到 那但是如果我在這裡做 是200磅 已經搞到2000元港幣 就可以做到 那我想可能遲一點去剝掉 就算做 那我覺得這邊的醫療系統 其實醫生 在乎醫生看病人的病 是不是屬於嚴重 或者是有機會潛在危險的病 如果是的話 他們會很快見你 很快見你之後 去做一些檢查 去做適當的治療 但是如果不是一個 他可能覺得你普通頭暈生氣 普通的發燒 這樣的話 可能在電話裡面跟你聊完之後 就叫你去藥房 他通知藥房 他說 陳大文 你去那裡拿藥 給我藥費 就搞定 他連見也不見 都會有的情況 等於當初我說濕疹 我在倫敦的時候 我濕疹 那醫生沒有見我 他只是說 開了一些藥給我 叫我去藥房 給錢買藥 和買的霜 潤膚膏 那就算了 照做 其實我覺得 好看那個醫生 跟你聊完之後 了解你的病情況之後 他覺得你是需要見 還是不需要見 需要見的話 他們很快會見你 不需要見的 見也不用見 直接去藥房拿藥 省了很多時間 這就是英國醫療系統的情況 不過要注意就是 英國的醫療呢 他們是很抗拒開抗生素 嗯 醫生是很抗拒開抗生素 但是在香港呢 很多時候大家看西醫 習慣了 是動不動的開抗生素給你 讓你快點好 但是英國這邊呢 其實是不喜歡的 他們是不 醫療系統的醫生 他們是不喜歡開抗生素 希望病人呢 透過你自己的身體呢 是製造抗體去對付病 那你就可能會覺得辛苦了 而且康復的時間 感覺上會比香港長久了 但是 反過來英國人是健康一些的 很不怕冷的 香港人很怕冷的 香港人很弱的 其實是 我覺得其實 還有一個我想說的 就是 其實大家 是想要照顧父母 但是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有子女的話 你們的子女 將來在一個怎樣的環境去生活 在一個怎樣的環境去發展呢 有沒有為他們著想呢 我都是從這個角度考慮 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很怕 怕父母受不了的 接受不了的 去到三環境的 好像我的另一半 她的父母過來呢 最初都打算是住幾個月就回香港的 那麼在上個星期呢 我們去倫敦探望他們呢 他們都 因為已經不經不覺 來了三個月了 他們都在想著 究竟回不回香港好 他們都問我意見 我說其實 如果你們習慣了這邊生活 適應了的 你們都覺得這邊的醫療 是比香港好的話 那我覺得你不如不要回去吧 因為你回去 坦白說子女又不在了 又是只有你兩個老人家在這裏 都是悶的 那不如留在這裏 那些子女可以多些 整天去探討你 聊聊電話 而且萬一你們回香港 有些什麼投行申請的話 那些子女 如果加上一些女婿 要飛回香港的話 機票加起來十萬八萬 你一年 才收那十萬八萬 那為什麽呢 沒有意思的 那我覺得不如你留在這裏 你都可以參加這裏 一些華人的 社區中心的活動 亦都可以參加一些 港人組織的活動 那其實 沒有壞 而且他們很喜歡這個新環境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花園 可以讓他們種一下東西 可以玩一下不同的新的樂趣 那我覺得其實是 過到來才會明白 那種新環境 新生活的樂趣 我覺得可以先帶父母過來 去認識一下新環境 看他們能否感受到 能否享受到 享受的話 就留下 不享受的話 就不回香港 沒有壞感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自己先探路 父母的話 之後帶他們過去試一下 是啊 我相信加拿大應該都是一樣 不過可能 加拿大的醫療體系方面 就要自己去研究一下 要買保險 我想加拿大就要買保險 買保險 買保險 然後過去加拿大那裡 好像是可以的 好像是可以的 拿著一個國際牌 可以吸到美國牌 加拿大 吸到加拿大牌 那你還有什麼 我要補充 是啊 最後我再鼓勵一下 所有還在香港的朋友 不要只想香港的生活習慣的方便 因為接下來 我相信在新香港的常態裡面 接下來會越來越不正常 以往大家的習慣 可能接下來都要 嘗試看大陸那種生活方式 接下來香港是要習慣那種生活方式 有些人是覺得方便的 有些人覺得是好的 但是 記住 你的自由度沒有了 你的言論可能受到限制 未來可能甚至乎連上網都可能有限制 這個不是開玩笑 這個不是老趣 是 當只要得越來越多國內人來到香港的話 香港那個網絡的限制就會越來越多了 這個是很肯定的 2019年之後 大家都看到香港如何急轉直下去 這種狀態是未到底的 這種狀態一定是 還會是日趨嚴重 只要國安公署一直在香港存在的話 香港就會越來越多國安的問題 因為如果沒有國安問題 他們就會倒閉了 所以為了自保 為了自己的存在價值 香港只會越來越嚴謹 越來越受到限制 我覺得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香港是回不了頭 如果大家只有兩種情況 要不就是信民 慢慢適應香港的退步情況 如果不想退步 不想去接受的話 你又不能抗爭了 香港 那不是就說有選擇離開了 如果大家有計劃離開的話 就要做部署 部署現在走不了的 一年、兩年之後 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動身走 拜拜 歡迎你們來英國 也有些朋友可能會去加拿大的 去美國的 我想大家做好準備 坐下錢 對了 Ray 你已經在英國都有兩年了 現在你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 當然英國現在經濟其實是差的 的確是差了的 消費能力的人是弱了的 但是問題就是 又未至於生活不了 一樣是有 一樣是這樣上班、下班、吃吃的 我覺得其實 每個國家都總有 經濟起飛和經濟衰退的情況 英國在離開 脫離歐盟之後 的確是差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 英國 爛船總有三斤釘 我想他們的內部消費 內部的經濟動力 都依然是存在的 還是有一個空間 還是一樣需要人做事 還是有些公司請不到人 我覺得 只要肯做肯捱的 香港人是不會餓死的 那就有什麼補充嗎? Rain? 沒有了 好的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 謝謝Rain 好的 拜拜 拜拜 再見 各位觀眾